随着人工智慧受到媒体和资本的热捧,近来国内外各路豪杰纷纷推出自己的人工智慧精元,在这些厂商各自的发布会上,纷纷宣传自己的产品是多么先进,并且在PPT上展示如何在性能和公号上吊打竞争对手。 而且在宣传语中,全球领先,中国首款等字样旅见不鲜,宣传越来越邪乎,都宣传自己是中国首款,这种情况下,PPT的纸面数据吊打友商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大家真正应该关注的是这些宣传全球领先的国产人工智慧精元,与应用结合得是否紧密。 阿德福蒂斯门子各路厂商绝逐人工智慧精元近年来,PPT 行业已经开始逐年衰退,智能手机型业也随住市场的逐渐饱和纪录瓶颈期。 在这种情况下,人工智慧、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领域被认为是下一个风口。 其中,人工智慧无疑是最受媒体和资本热捧的宠儿。 正是因此,国外大厂纷纷推出了自己的人工智慧精元。 英特尔推出了众合CPU, 英伟达推出了专门用于人工智慧的GPU,CEVA和卡。 丹斯推出了用于人工智慧的DSP, 阿尔特拉推出了用于人工智慧的FGPA。 此外,谷歌也推出了TPU, IBM推出了珍北,原本造电动汽车的特斯拉也宣传要开发自己的人工智慧精元。 阿德福蒂斯·门茨在国外大厂跑马圈地的同时, 国内单位也推出了各自 的人工智慧精元。 中科院计算所推出了韩武器精元, 中兴威也开发了星光智能一号。 2017年年底, 地平线推出了自己的人工智慧视觉处理器, 华夏新也发布了自己的松江和北极星。 另外,一些厂商明明是购买有商的人工智慧IP集成到哨词中, 却在宣传上非常 艺术,很容易误导大众以为这些买IP做集成的厂商也在开发人工智慧精元。 韩武器变成了麒麟NPU国外厂商如何我们姑且不论, 但国内厂商在宣传上已然越来越浮夸, 比如在去年12月, 地平线举办的AI新时代产品。 发布会上就请了上百家媒体来助威, 并宣布这次推出的晶圆是中国首款全球领先的高性能、 低功耗、低延时的嵌入是人工智慧视觉处理器。 在媒体的报道中, 还将地平线称之为全球领先的嵌入是人工智慧领导者。 阿德福蒂斯门子就在地平线产品发布会的不久之后, 华夏新也发布了自己的产品, 在宣传中称, 发布了中国首款64位高端嵌入市场。 成系列CPU、DSP同意处理器IP和松江系列嵌入市人工智慧专用处理器IP, 以及基于上述全自主IP的多核哨词晶圆平台, 被集星。 据悉, 这时国内首次发布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人工智慧平台型晶圆, 不仅打破了国外垄断, 还初步实现了产业化, 为建设和完善我国自主可控的人工智慧产业链天上了重要一笔。 实事求是的说, 这些宣传语中是有一定水分的, 比如地平线所谓的中国首款全球领先的嵌入市人工智慧处理器就不准确。 毕竟在去年10月, 中科院计算所的嵌入市人工智慧处理器 韩武G-EA已经随驻华为MAT110的上市季, 入寻厂百姓家, 而直到2个月之后, 地平线才发布所谓中国首款全球领先的嵌入市人工智慧处理器。 阿德福帝斯门子又比如华夏新, 本质上是选择用传统SIMD、DSP架构来跑人工智慧, 这种做法和去年的星光智慧一号如初一。 哲,由于国内已经有了韩武G、星光智慧一号等产品, 且韩武G有望借助华为手机的畅销实现千万级量产, 所谓的打破国外垄断也就无从谈起了。 类似的,百度推出的XPU, 阿里刚发布阿里MPU。 根据媒体的报道, 阿里MPU还在设计中, 但又公然宣称, 阿里巴巴的阿里MPU性能, 将是目前市面上主流CPU、GPU架构AI晶圆的10倍, 而制造成本和功耗仅为一半, 性价比超过40倍。 在阿里MPU还在设计之中的情况下, 真不知道这些10倍、40倍的数据是怎么测试出来的。 南部成达摩院的扫地森和捷克马的切磋 公手道测试出来的,阿德福蒂斯门子。 可以说,由于人工智慧掀起的热度, 很多厂商都去蹭热点, 寄希望于获得资本市场的青睐。 而为了在宣传中标榜自己, 各种中国首款, 全球领先, 打破国外垄断等标, 也就被大家用烂了。 巴仙过海, 各显神通就目前而言, 人工智慧晶圆主要以ASIC、FPGA、CPU、GPU、DSP为主, 像含武器和地平线就是属于ASIC。 阿尔特拉的人工智慧晶圆属于FPGA, 英伟达的人工智慧晶圆属于GPU, 星光智能一号属于DSP, 英特尔的方案属于CPU。 在这些人工智慧晶圆中有一个规律, 那就是晶圆的通用性与用来跑人工智慧的性能和功耗成反比。 像CPU这样的晶圆, 因为其万晶油的属性, 导致这种晶圆具有很好的通用性, 但在某些特定领域, 性能和功耗相对于其他几种晶圆都没有啥优势。 阿德福蒂斯门茨 而GPU的通用性比CPU要差, 但又不如ASIC, 因而在性能和功耗方面会优。 于CPU, 但明显低于ASIC, 这也是中科院计算所孵化的含5G晶圆能在性能功耗比上明显优于GPU的原因。 将传统的面向数字信号处理的DSP处理器架构进行运算器方面的修改之后, 也可以用来跑人工智慧, 而且可以借助现有的成熟技术。 不过在应用领域上有一定局限性, 可以用于卷机神经网CNN, 但对循环神经网路, RNN和长短期记忆网路LSTM等处理语音和自然语言的网路则无能为例。 换言之, 就是这种DSP主要用于机器视觉领域, 但难以应用到语音识别、 文本处理和自然语言理解等领域。 用DSP做人工智慧晶圆的做法, 在人工智慧细分市场还是具备一定商业上的潜力的。 阿德福蒂斯门子根据阿尔特拉的PPT, 其专门针对人工智慧的FPGA性能功耗比却可以达到。 50GFL OPSW因而有观点认为, FPGA由于比英伟达的GPU省电, 可以降低运营费用而取得优势。 不过,FPGA也有自己的缺点, 那就是缺乏性价比。 虽然FPGA在一些新兴的应用领域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随着新兴领域的崛起, 其市场规模和重要性不断提升。 由于缺乏性价比的原因, FPGA最终会被专用晶圆所替代。 不过,性能高一点, 低一点问题不大, 真正重要的是应用和产业生态。 因伟达的GPU成为主流, 愿意就在于生态做得好, 开发方便。 人工智慧不宜被过度炒作。 由于人工智慧非常火爆, 众多公司开始玩概念, 无论是做比特币矿机的, 还是做DSP的, 摇身一变都成为人工智慧晶圆公司。 截至目前, 中国已经完成融资或正在融资的 人工智慧晶圆公司已经超过40家, 而且大多数都是在2015年后成立的。 阿德福蒂斯门子目前, 人工智慧已经又被过度炒作的迹象, 一些媒体都纷纷鼓吹中国依靠人工智慧弯道超车。 但实际上, 人工智慧晶圆只是加速器, 用于解决特定的问题, 并不能取代CPU、 DPU、FPGA、DSP、 南德福神、DRAM等类型的晶圆。 一些媒体宣称中国应该大力发展AI晶圆, 依靠人工智慧打破F86、ARM的垄断, 这种论条显然缺乏基本的行业常识。 商业公司搞人工智慧晶圆对产业链的拉动效果也有限。 举例来说, 要实现对产业链上下游的拉动效应, 境内晶圆设计公司以牺牲晶圆的性能为代价, 选择境内的晶圆制造商生产晶圆, 境内的晶圆厂可以做一定牺牲, 选择境内的设备商和原材料厂商的产品, 这样子就可以形成正循环。 如果境内的晶圆设计公司总是找台积电代工, 境内的晶圆厂更加偏爱ASML, 应用材料等国际大厂的设备。 那么, 中国的晶圆就很难不受制于人。 阿德福蒂斯门慈然而, 像阿里、百度、地平线、 比特大陆等都是非常商业化的公司, 肯定是商业利益优先, 必然选择台积电更加成熟的工艺。 即便是把订单交给中芯国际, 也是因为中芯国际在良率等方面都有了很大提升之后的事情。 一句话, 就是只会锦上添花, 不会雪中送炭, 而中芯国际最棘手的就是新工艺初期找不到愿意下单的客户, 无法用产能摊平成本。 这样一来就会陷入死循环。 目前, 打破这个死循环的主要推手之意不是国内企业, 反而是美国高通公司。 并非高通怀有一颗红心, 只是被发改为反垄断了, 才把订单给中芯国际。 另外, 不仅仅是阿里、 百度等网际网路公司, 不会雪中送炭, 华为、中芯、 小米等公司也是一样优先选择台积电。 因此, 资本大量投向人工智慧, 很可能成为资本感风口的狂欢。 不仅无法打破西方公司在晶圆上的垄断, 也未必能对产业链起到多少推动作用。 而中国晶圆方面的真正短板, 比如CPU、GPU、FPA、 RFAD、DA等, 以及各种开发工具却有可能面临无人问津的局面。 特色队区平台、 是画 dro敌? 或字幕、